有具體的情資 十二件 均有專人專主丁少 呼籲 予以 會選 買票的候選人 或莊角 請問不要以身試法 審前最後一天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出面呼籲民眾 不要會選買票 因為刑事職都有所掌握 除了中央重視 地方檢調也有案件破獲 請問什麼事啊 你好 想要檢舉一號候選人 王俊貴涉嫌會選 被告林某為平地原住民 立委候選人莊角 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一月初 在本霞 彰化市 花檀鄉 及鹿港鎮等地 分別以每票現金一千元 行賄 陳信等三名選民 而約定投票支持該立委候選人 經警察官訊問後 任被告等均設有投票 行賄及受惠罪嫌 彰化地監書表示 會持續追查其他共犯和受惠選民 10號屏東地檢署也查獲兩名莊角 涉嫌以每票五百元的價碼 進行買票 刑事局則指出已查獲十五宗惠選案 109年1月9日為止 總共查獲了惠選案件十五件一百二十三人 這其中經檢察官申請羈押獲准四人 目前也起訴了兩人 不過刑事局也表示 目前沒有查出總統票的部分 有收受惠賂勤資 已掌握的惠選案件 都是買立委選票 而台北地檢署為了嚴防選舉暴力 以及惠選 投票日也要派出三十一名檢察官值班 並進駐警分局 掌握投開票狀況 確保選舉順利進行 現場亞太電視 黃雁姐 黃燕玲 台灣特別報導